石火鸡也被称为杀人鸟 它们是唯一一种以人为食的鹤鸵类动物 它们的利爪可以轻易地将人类开膛破肚 据说它们是恐龙的后代 现如今它们栖息在偏远的热带雨林深处 它们真的有传言中那么可怕吗 为了一探究竟 我决定进入龙被拜原始森林 寻找最后的石火鸡 大家好我是李易 这是我组建的探险队 我们九个人沿着曼布拉河 一路南下抵达龙被拜原始森林 这里不仅是一片无人区 而且这里是动植物的天堂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跟上我的镜头 我们探险开始 这片森林常年被浓雾笼罩 而且周围几十公里没有人类村庄 那些隐藏在暗影中的毒蛇 以及在森林深处觅食的野兽 都使这片土地成为了与世隔绝的人类禁区 一路上我们看不到任何人类的生存痕迹 在没有向导和GPS的辅助下 我们只能依靠直觉来辨别方向 行驶了六个小时 我们成功顺利抵达 首先我们要找到登陆森林的入口 越靠近岸边 河里的水草就越密集 我们只能滑动木桨缓慢前行 深邃的原始森林里 参天大树层层叠叠叠 茂密的树枝和蔓藤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绿色堡垒 我们很难找到一处理想的登陆点 无奈之下 我们只能冲进树丛中 使船只强行靠岸 为了安全起见 两个队员率先进入森林探路 但结果不如人意 里面全是沼泽深潭 只能再换个登陆点了 我们继续沿着河岸边前行 突然一个不明生物猛地潜入河里 然后迅速向我们游来 我们所有探赵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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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用了最古老的火烤的方式烹饪 没有调味料的味道 但是可以尝得出来这个肉质是很鲜的 鳄鱼肉的味道呢有点像鸡肉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本次探险之旅会顺利吗 现在跟上我的镜头 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吃饱喝足 调整好状态 接下来我们将正式进入龙被拜原始森林 更大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我们探险队准备完毕 现在出发吧 OK let's go 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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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